大家好,我是蓝雀,今天来看《吹婚神剧》 林子小姐想试试5到7集 这集是那方面很和谐的炮友和甜美初恋的战斗 上集林子怕约会没经验 一激动冲到小强家要求补习 小强说干就干,又一次帮林子增加经验 过程很愉快 林子第一次在男人家过夜 醒来气氛不错,那方面很和谐 小强还帮林子准备了新牙刷 小强说用完不要扔,直接放着就好 以后还会用到,这让林子很激动 看来还有下一次 他告诉小强,周尔不跟摄影师约会了 小强很激动,直接逼动 那周尔来我家吧 剧情果然刺激,这就要开始同居了吗 林子接待客户时又碰到小强的初恋小花 林子恢复理智 这次小花的老公没来 一脸忧伤,楚楚可怜的样子 林子都受不了 林子带她看婚纱 想着绝对不能让小强看到小花 小花穿上婚纱很漂亮 林子有点担心 原来小强喜欢这样的 自己怕是比不过 这时小强出现 老同学见面一常亲乐 还留了联系方式 这让林子很失落 同事们马上八卦 小强和小花这么亲乐 到底是啥关系 林子让他们别乱说 这时摄影师来到公司 和小强亲敌见面 小强让他找别人去 不要惑惑林子 摄影师不服 说自己对林子是认真的 小强也拿他没办法 林子听到小强要去约会 开始欢 难道和初恋从来爱火 去酒吧找小强的同学金毛打听 金毛让他别担心 是小强暗恋小花 人家才看不上他 但转眼一想 读书时小花对小强特别亲乐 俺たちは学校一の美女 志穂ちゃんは モテまくってた俺じゃなくて 苔と呼ばれてた弦に近づいて 微笑んだんだ 我非真有机会 それをきっかけに なぜか志穂ちゃんは弦と親しくなった 银子听到要疯 再来一杯 这时小强带着小花也来到酒吧 剧情更加刺激 银子的闺蜜搞事情 叫小花一起做 银子赶紧阻止 没想到朝这方向发展 银子好郁闷 只能继续装逼 拉走闺蜜 回家后脑子里全是小强 打电话又没人接 完了 不会在那啥吧 银子要疯 第二天去小强家问个究竟 一见面又问不出口 小强一把抱住 开始不对劲 银子鼓起勇气终于一发问 昨天和小花去哪了 小强说去了电气行 银子松一口气 没去酒店就好 两人聊得很开心 小强正继约银子单独去玩 问他想去哪里 银子想去动物园 两人拉钩说好 银子激动得不行 终于要正式约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 小花跑来取消婚礼 说男朋友对他很冷淡 不确定要不要结婚 叫银子转交个带子给小强 还说小强非常雅沙西 这是什么发展 银子转交带子 小强打开一看 四条领带 银子很尴尬 转身就走 小强一把拉住 赶紧解释千万别误会 只是吃饭时酒洒 打在领带上 没发生别的 银子觉得小强喜欢初恋 忽然推开 小强也以为 银子喜欢摄影师 误会开始 两人都觉得 对方有更喜欢的人 摄影师居然是个好人 他看出银子喜欢小强 愿意当备胎 要是银子和小强发展顺利 那就不用理他 如果需要他出面 刺激小强 随时可以帮忙 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人 银子又一次跑到小强家 刚想问清楚 有人敲门 初恋居然来了 这可太刺激了 看新上人逃跑 马上要追 被初恋一把拉住 初恋开始撒娇 其实经过这么久的练习 小强早就爱上了银子 他当然选择银子 小强追银子要紧 开始传统项目 追了半天 却看到摄影师扶着银子 这下真的尴尬 小丑竟是小强 摄影师向银子表白 摄影师给银子一天时间考虑 明天没收到回复就放弃 他会怎么选呢 第二天和小强约好动物园见面 小强还是来了 两人玩得很开心 那结束后 银子告诉小强 以后不再见面 他决定和摄影师交往 和小强的练习 到此为止 小强哪里狠 狠狠抱着挽留 银子会怎么做呢 以上就是银子小姐想试试 五到七集的内容 如果你是银子 你会选谁呢 还想看的请点个赞 评论回哥还要看 记得关注大蓝雀 天天都能爽 我是蓝雀 拜拜 新郎新婦役 よろしく 頭では分かってるんだけど これが私の決めた答え